明天就沒有 無常沒休息 很開心耶 接近尾聲了 可是我的手腕 膝蓋 就開始痛 滿溝30天 送給我老婆的禮物完成啦 給我老婆的禮物驚喜 挑戰傳說中的滿溝 真的是虧得亂 就是我得麻煩得的那個 恐嚇 好 那我們接下去 30天不休息 每天上班 GO 第一天 第一天結束了 挑戰不錯啊 第一天輕輕鬆鬆的結束啦 不簡單 第二天結束 第二天結束了 第三天 結束了 第四天 第四天結束 第五天結束啦 一個禮拜囉 一個禮拜結束了 第八天 第八天 巴巴巴巴巴 唷 大家好 今天第九天 今天 我沒有說到第九天 通常 這禮拜會休一天 之前沒拍是覺得好 今天第九天 有些人 有些人 天天 今天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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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有些人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今天第十四天 秋老虎賽的我都沒條了 明天 就半個月了 加油 再半個月 現在 挑戰就成功了 就是努力 大家的人 努力 第十六天 第二個 半個月的開始 那 到最後第一天 啊 加油 今天 第十八天 台灣第九十八天 等一下 十八天 今天 第十九天結束 啊 來自己 來自己 上班 啊 明天就二字頭了喔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這樣啦 今天第二十天 對你在十天 耶 你好痛喔 我都不需要把班做出來了 我都不需要把班做出來了 今天第二十三天 今天第二十三天 這次好像下雨了 天空不錯 天空不錯 你看看 下雨 哎呀 難道我的臉 滿空就要這樣被斷了嗎 下雨了 不要再嚇到啦 哭哭 今天第二十五天 吃 馬眼看了 補充一下體力 第二天 快點休假 快點休息 快點休息 累死了 今天第二十八天 耶 休息 哈囉 第二十八天 好啦 很開心耶 最近尾聲了 可是我的手腕 膝蓋 就開始 痛了 喔 真的要休息 再兩天 喔 看你們會成這樣 拜拜 二十九天 二十九天 今天就 三十兩啊 就休假了 反攻就成功啦 好啦 就這樣啦 期待明天的第三十兩 好嘞 好嘞 連續晚工 好 晚工三十天 送給我老婆禮物 完成啦 晚工三十天 Peace and love 拜拜 繼續努力 明年繼續努力 所以三十天挑戰成功 那其中有一天有下雨喔 只坐了一個小時 之後就回家休息了 但對我來說 有出門就代表有工作啦 大家就不要嘴我啦 不要計較那一天啦 那薪水的部分 薪水影響的因素有很多 第一個就是 天氣 我們首先會碰到天氣 再來就是工程的進度 那我們做一個量的時候 可能需要綁鐵 可能需要水電的部分 我們就會稍微 可能就會停工 那就是第三個 就是我們的空窗期 空窗期就是 你沒有另外一個 朋友可以介紹 沒有別的師傅可以介紹 你別的廠期去沿著下去做的話 你不會碰到空窗期 再來就是性別跟地區的部分 男師傅跟女師傅的價錢都不一樣 那地區就有分 台北部中部南部的價錢也不一樣 那這邊幫他統計一下 一般學徒的薪水是 1500到1800 從開始被釘帶到 開始大概懂一些工作流程的話 金額會落在這邊 那俗稱 台語俗稱的 半湯 就是還沒有成為師傅 但是你已經不是屬於學徒了 你已經算是老闆交代你工作 然後你已經可以完成的情況下 就是半湯 那薪水就落在大概 2100到2500之間 對 那2500算已經很高了 那師傅的薪水呢 因為地區的不同 那我們一般是花大概 2600到3000 對 那我本人的薪水呢 是落在2800到3000 這邊 對 大概跟大家分析一下囉 好 好